美方言论一如既往,体现出浓浓的冷战思维、霸权心态和面对中国和平崛起的焦虑。 美方的用词,不论是霸凌行为还是破坏国际规则与秩序,我看字字句句说的都是美国自己。 说到国际关系中的霸凌行为,美方是当之无愧的始作俑者和极大成者。 在伊拉克,美国凭借一管不知是什么的白色粉末,就悍然入侵一个主权国家,造成大量平民伤亡,多少家庭流离失所。 在叙利亚,美国利用白头盔组织虚假视频,武装干涉虚内政,造成了惨烈的人道主义灾难。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,23年前的5月,以美国为首的北约,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,对中国人民又欠下了一笔血债。 这既是霸凌,更是罪行。 说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,美国是全球公认的规则破坏者。 众所周知,美国最喜欢拿规则说是,但最不把规则当回是的国家恰恰就是美国。 美方对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合则用,不合则弃,近年来曾陆续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,中岛条约,开放天空条约等,充分展示了其自私和虚伪的面目。 在这个问题上,最没有资格指责他国的就是美国。 我们要求美方停止将家法帮规包装成国际规则,推行美式霸权秩序的错误做法,客观理性地接受中国的和平发展。 这有利于中美关系,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。